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着风插了下来 长达百米似是可以撕裂天地 哗啦啦的 着风上一条白色的大瀑布倒冲向天空 如银龙冲销 一下子缠住了那把黑色的三叉戟 没有激烈的碰撞 没有迅烂的光辉 银色瀑布如绕纸柔 缠缠绵绵 将巨大的三叉戟附住 鸡家的老者一声低喝 自然大道 名不虚传 整片天空彻底黑暗了下来 乌云翻滚 压落而下 一道道紫色的闪电再闪耀 将捉风覆盖 李若鱼的周围 所有草木都溢出新香 无尽的绿光冲天而起 天空中下起了光雨 一种自然而又柔和的力量流向天空 弥漫向八方 唰的一声 大虚空术呈现 鸡家的老者无声无息 出现在李若鱼的背后 一掌拍去 李若鱼仿佛能够看透虚空 捕捉到了大虚空术的轨迹 反手向后迎击 两掌碰撞在一起 震出一股恐怖的能量 但是 并没有在捉风上肆虐 而是全部倒冲向天空 消失在苍穹上 碰碰的 掌机的声响不断发出 一道道可怕的能量 从捉风之巅冲起 像是闪电一般 撕裂向高空 鸡家的老者 使出大虚空术 鬼神莫测 出现在不同的方位 根本无法预测 这是一种无上秘术 可是 李若鱼似未卜先知 动作如行云流水 非常自然 大秀挥舞 不断的影响各个方位 挡住了大虚空术 哄的一声 最后 一只黑色的大手 铺天盖地儿下 将整座捉风山巅笼罩 想要将其拔起 这种可怕的场面 让人心惊肉跳 恐怖的波动 直接震慑到人的骨子里 让人心慌于窒息 不由自主的颤抖 虚空大手艺 这等手段 惊是害俗 让人生畏 寻常修士 见到根本无法 生出抵抗之心 实在可怕 如一方天雨 轻浮了下来 哄的一声 李若鱼冲起 担长相迎 刹那间 煮风弥漫出自然的气息 绿光和乌光 冲击与交融 李若鱼与黑色的大手 全都被包容在里面 阵阵沉闷的声响 不断发出 阵的周围的山峰 一阵摇动 见到这一场面的人 都是心惊胆颤 最终 并没有爆发出 毁灭性的气息 所有光滑都收敛了 黑色的大手 在虚空中慢慢淡去 李若鱼降落在捉风上 姬家的老者降落在地 好好好 捉风的传承 果然非同小可 不是古经 却堪比古经 道法自然 你或许真的会成为 捉风的第二位大能 两人都没有尽全力 不过是简单的试探了一下 但足以让人吃惊了 李若鱼问道 不知前辈驾临 捉风有何贵干 不远处 叶凡有些惊讶 李若鱼弱大的年岁 还要称这个人为前辈 看来一定是姬家的民宿 竟急思动 出来走走 顺便寻找一个后人 此刻 姬子月正躲在小木屋中 大眼睛乌溜溜地转动 而后走出 宿爷爷 您怎么来了 自然是寻你 姬鸿兄驾临我太悬门 怎么不打声招呼呀 太悬门的一位太上长老 在远空传音 贸然闯入 还请道友恕罪 姬家的老人姬鸿 对远空攻守 姬鸿腾空而起 向着远空飞去 与故人见面 捉风上 叶凡心虚 准备跑路 不过如果这样一走了之 觉得有些对不住李若鱼 就在这时 姬子月像是有所感应一般 轻盈地飞了起来 挡住他的去路 小毛孩 你是不是想溜 没有的事 我不过是散步而已 你真是太敏感了 叶凡一口否认 你身上一定有很多秘密 不然 怎么会这样兴虚 姬子月围绕着他转了一圈 而后偏着头 一会儿你与我一起走 去我们姬家 打死我也不去 这是叶凡的心里话 但是面上却带着笑容 求之不得 要是能入坠姬家 那就更好了 小屁孩一只 懂什么 我有个堂妹 刚刚九岁 倒是与你相配 我又不缺女儿 你在胡乱嘀咕什么呀 姬子月瞪了他一眼 最终 姬家的民宿姬红 回到桌风 将姬子月换来 我有急事要离去 你不要乱走 先待在太玄门 外面的情况 有些复杂 说完这些话 姬红便匆匆离去 对于这个结果 叶凡最是满意 眼下他又足够的时间 去准备离去了 不久后 太玄门的掌教 与民俗 也飞出了108座主峰 向着远方冲去 太玄门内 发生了什么呀 很多弟子都在议论 掌教与太上长老 同时出动 这是多年未有的事情了 直到一日后 才有消息传来 一个疯疯癫癫的老人 出现在魏国境内 疑似六千年前的 绝代高手 这则消息 震动了周围数十国 姬家 妖光圣地 太玄门 全都由顶峰强者出动 追寻了下去 竟是西年的一位 盖世强者 他居然 活了六千年以上 还存在这个世上 太不可思议了 一个人 怎么能够活六千年呢 简直就是一部 活着的史书 经历了各个 或黑暗 或光明的时代 实在是一种奇迹呀 太玄门内 很多人都在议论 叶凡听到消息后 心中震动 他一下子想到了老疯子 一定是他 六千年前 天玄圣地 鼎盛无比 举全派之力 攻入荒谷禁地 就此一去不返 从世间出名 老疯子是唯一的幸存者 很多人都想知道 六千年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 无尽深渊下的荒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六千年前 老疯子一身修为 惊天动地 在东荒南逢抗守 像他这样的绝顶人物 又活了六千年 依然不死 所有人都知道 他达到了何等境界 离先还有多远呢 想聆听教诲 尤其是机甲 与遥光圣地 这样超然的大势力 门中的太上长老 漠不想与这样的 盖世人物对话 这样一个堪比 活化石的存在 对于当时的大人物来说 比东荒的几部古经 还有吸引力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铃链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